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最后却给华人带来无限痛苦和悲伤 合作社事件确实给华人一个无法忘怀的教训 1986年 一场马化合作社风暴 致使当时的华社蒙受巨大的财务损失 24家合作社一夜之间被冻结 成为全马华社的一场噩梦 而马化自这起事件后也难以再取信于民 1970年 因国政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 华社经商受到各种限制 很少大企业 因此马化为了巩固当时华人的经济能力 成立了马化合作社 号召集中华资 搞大企业 许多华裔纷纷响应 将平日存下的血汗钱甚至养老金 统统拿出来投资在这些合作社 而许多合作社更因此提供高回收的利息 吸引更多民众前来存款 就在80年代的短短数年期间 国内合作社如雨后春水 全国共有多达3200家 社员也遍布全国各地 正当合作社朝气蓬勃时 却有一批合作社董事 假借合作社知名 暗地里淫死舞弊 像是将合作社的基金转入名下的公司等 而他们的行为也蚕食侵吞着存款人的血汗钱 很快地便形成了异常危机 1985年 国家经济不景气 而马化合作社也连续三年亏损 几乎将所有资金亏空 1986年的马化控股财政报告显示 他们一年就净亏超过一亿九千万令吉 虽然当时内部掩盖得非常好 存款人仍未发现不妥 但最终一些财务管理非常糟糕的合作社 无法继续掩饰 首个被引爆的合作社 是由时任马来西亚青团运总会长 郑安全掌管的青团运合作社 1986年7月 一批前往该合作社提款的存款人 被告知无法提款 即使部分存款人拿到支票 也无法兑现 消息传出后 随其触发一场存款人几题风波 全国上下数百间的青团运合作社分行 纷纷出现存款人几题现象 青团运合作社是在1980年代初期 由郑安全成立 并由他担任主席 而当时该合作社在全国各地成立上百家分行 并委任各地的分团团长为分行经理 青团运合作社出现几题时 百多名合作社经理 因为无法面对亲朋好友的追问 躲藏在合作社总部不敢回家 而更让人悲痛不已的是 当时担任雪州巴胜港口班达马兰青团运合作社经理的 退休校长陈春田 不堪被存户只是老千 而选择走上自杀的不归路 以死谢罪 随着同年的7月23号 中央银行援领1986年必须保护存户条例 宣布冻结青团运合作社的所有资产及停止所有营业活动 引爆了这场合作社风暴 该项措施施行后也影响到其他合作社 相继发生几题风潮 同年的8月8号 国家银行再宣布冻结其他23家合作社的资产及所有的商业活动 直到调查工作完成为止 而这23家董事及负责人的个人财产 银行户头或联名户头同样遭冻结 就连他们的护照也被当局扣押 这24家被冻结的合作社 拥有超过58万8千名存户 存款额高达15亿令吉 而在该合作社风暴爆发后 失信滥职的合作社董事也逐个排队上庭面控 过后 时尔马华总会长陈群川因为缩事失信新饭店 而被新加坡高庭判处入狱两年 陈群川罪成后撕掉马华所有的党职 出狱后不久 他又因作使失信马化控股2300万令吉罪成 而被判坐牢30个月罚款100万令吉 时马卿总团长兼副贸易级工业部长纪永辉 马华组织秘书兼副青年体育部长黄寻盈 都因为合作社失信而坐牢 而马化合作社风暴 除了导致当时的华社蒙受巨大财务损失 合作社和马华自这起事件后 声誉也将和日下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